世界日日新 有报天天读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鼠婉 北约峰会 在国际聚焦上 因为它在华盛顿连开了三天 所以它所涉及的一个全球局势议题 持续关注 但当中呢 我们看到欧美之间的选举 大事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临界点 这个时候呢 今天的金融时报国际版面 那一页 哇 好大版面 看到的是美国大选的一个态势 中间呢 这个等于算是一个 对这次美国大选的很多抗议的组织 或人员 你看这个标题好大 Give it up Jow 他对拜登喊话 说你赶快放弃吧 到底拜登呢 他这条竞选路 能不能走到最后 要先看民主党内 他这里就提呢 现在民主党内看了呢 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哎呀 情势到底如何诉说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国际聚焦 北约峰会 连开三天 我们看美国AP 他的这个标题呢 聚焦的就是说 在这一次的一个北约峰会上面 你当然他有很多的话题 特别呢 是对华的一个针对性的部分 但核心呢 还是要再看 这个当中也是检视美国的一个领导权 当然AP写这个文章 自有他的一个背景 我们要先了解的是 因为呢 长期关注这个情势的朋友 一定知道 对于北约的概念 拜登看北约 跟特朗普看北约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 拜登认为这个是 美国全球地位影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安全繁荣的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依据 是正资产 但是呢 特朗普不这么想 特朗普认为是负资产 所以你这个部分要检视他的一个领导力 另外大公报的标题是 北约峰会登场 多位领导人焦头烂额 当然因为在这个北约 这次所探讨的议题上面来说呢 各国的这一种情绪也反映出 在地缘政治威胁上 他们各自的一种思想算盘 还有北约峰会揭幕 欧美政局阴霾抢交 然后特别呢 当然了 我们大家都一定会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它的一个聚焦核心呢 就是在关注周边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发生的这些问题 这个当中也凸显了 当前国际政治舞台的一种复杂动态 也凸显出各国在地缘政治当中 他必须要有一种战略的思虑 跟他的各种的一个考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北约未来以及特朗普的回归 笼罩着华盛顿北约峰会 还有纽约这半岛 纽约时报的标题说 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 你看所有的人眼睛都盯着谁 盯着拜登 以及华尔街日报呢 这题说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 no room 拜登完全没有犯错的空间 no room for mistakes 大家盯着他 记不记得之前 拜登他在G7领导人峰会的过程当中表现 我们会注意到呢 因为很多严肃的新闻 可能都在分析严肃 但是我们在很多的一个细节互动上 看到G7的领导人 还蛮帮助拜登的 其中有一张照片 大家是否还记得 他们空降可能散兵有演出 但拜登呢 自己就在当地乱走 梅洛尼上来 就意大利总理上来拉了一把 然后其他人呢 很配合 拜登站哪里 看哪里 他们就立刻看哪里 所以才留下了一张 看起来好像很团结一致性的一个照片 但是在这次北约峰会上 有很多呢 讨论的是极为严肃的 而拜登这一个礼拜以来 包括民主党内的盘整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包括特朗普呢 他之前对于北约的一些想法 这么多的一个话题呢 所以也让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更凸显出他接下来一个聚合力跟影响力 金融时报呢 就是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 说拜登呢 他现在还是努力跟民主党内 要说服大家说 要对他保持一个信念 同时在民主党内 有很多的大佬 也开始是倾向 就说大家呢 要保持这种信念性 而纽约时报 在我们今天读报之前 看到最新的呢 则是在看 说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 尽管好像拜登要坚持到底 但是民主党内的其他人 他们的忧虑呢 让他们找不到出口 他们甚至也束手无策 很多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但是他可能没有动作 同时呢 这个哈里斯的角色 会注意到他现在非常尴尬 而且近期呢 看起来比较低调 我们可以说 在这几篇报道凸显的呢 眼前 当然副总统 他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副手到底是谁 接下来特别对特王普来说 但是呢 对于哈里斯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呈现出的 是对拜登的一种忠诚度 在眼下的这个时候 他这样的选择 是一个聪明的 而共和党来看 他今天新岛日报呢 报道的是 共和党新党纲 说取消华最会国待遇 以及世界日报 共和党新党纲 44年来首位提台湾 台湾的媒体也看到 在这个部分 说取消最会国待遇 重建美军与盟国实力 美共和党新党纲 强硬剑指中国 这个部分啊 我们也不要抱有幻想 因为在现实的实际的情况来看 非常清楚 不论是共和党也好 或是民主党 他们都不太可能 在经贸的问题上 与中国相向而行 但是在特别 包括台湾媒体也注意到 他们的描述当中 40多年来首次未提 台湾的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 恐怕也要暂时缓一缓 不要太快地去较真 为什么 因为别忘了 我们需要值得警惕的是 特朗普呢 向来非常善于制造烟雾 走这个模糊 制造烟雾 而且用障眼法 另外还 再看世界日报 接着就猜副手 说这个特朗普啊 的副手 可能是下周一 就要揭晓 到底是谁 伯根 还是万斯 以及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特别看到了 这一号人物 你看留在烙腮虎 还未满40岁 比较年轻 形象的一个议员 特朗普搭档 竞选搭档的热门人选 万斯是如何光速崛起的 还有呢 特别看 现在拜登的表现 也会影响特朗普 去选举 选他的一个副手 这个影响是怎么来看的呢 来看哦 你看你拜登表现如何 特朗普呢 他现在这两个 副手的热门人选 一个是相对比较低调 但另外一个呢 他可能煽动性 极为强烈 就是这个万斯 说这个万斯啊 他是光速崛起 当然了 这个和近期特朗普 在筹款的场合有关系 但万斯这号人物 迅速成为讨论 是值得关注 他是律师出身 他的选举起跑呢 是在一个工厂开始进行 很多人形容 他像是一个 工薪阶层的共和党人 他的言辞当中啊 他把特朗普 有许多的想法 化为实际上的 一个理念教条啊 我们看啊 他的 他自己所设计的 一个选举广告文案 就可以大概了解 他的性格 他的选举广告文案 他的顾问说 他自己写的 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你讨厌墨西哥人吗 他直接就说得 非常的强烈 说他们只不过去 想要去完成 特朗普想要的那个墙 他们就被视作 是种族主义者 所以他们认为 自己呢 是属于一个 美国优先的 新保守派主义者 另外来看 马克龙的这个情况 说啊 哇 你看这个 应该广东话 他是跳出了油锅 却堕进了火坑 以及金融时报提到 主要是这次的 法国极右翼 国民联盟 乐旁这里呢 他们的选举情势 调到第三 所以他内部呢 也有一些压力 这个部分 马克龙 这个他的 这个整个发展 他是显中求 虽然呢 他跟到后来 中间派的这一块 跟左翼 我们之前也读过很多 他们有许多的 合纵连横 因为他们要共同 面对的敌人很清楚 所以呢 找这个选举情势 看起来呢 就让国民联盟 调到了第三 但是这个 左翼联盟的 这个新人民阵线呢 是最多票 然后这个是 马克龙的这个部分 照道理 第一名第二名 要共组联合政府 但是呢 在左翼的这一块 里面特别是 梅朗雄 在最左翼这个部分 他就死都不愿意 跟这个马克龙合作 所以在这一块呢 所以呢 他都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在这一块 政治呈现 如此分裂的一个情况下 马克龙如何 在这一波 他在中国当中呢 他抬头望 头上还是一片乌云 这个乌云 还是打了一个 整合的大问号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国际速报 金融时报这里提 主要是看到了 澳大利亚这里提到 就有关于黑客联盟 然后当中又有一些信息 是针对华的部分 新报呢 同时也做澳大利亚首签盟友 控华支持黑客网工 别忘了中澳近期的关系 许多的回暖过程当中 但是呢 在属于军事安全的性质上头来讲 澳大利亚在五眼联盟的角色上 所发出的一个谈话 其实应该不让人意外 同时再看美国众议院称 对华更强硬法案 有望在2024年大选前通过 这是法广 还有美国之音 对抗以中国为首的轴心 美国众议院的这一些动作 就是一个针对性 大选前只会更激烈 美扩审查军事基地附近买楼 建置中国 南华早报跟美国之音呢 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报道 那这个部分 不看不知道 一看就发觉说 它这个数字 数字上呢 似乎显见 因为它一查 涉及敏感性 它要增加一些买卖土地的外国资本 那这块部分呢 可能涉及全美国多达 超过220多个军事基地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新增的一些军事基地 应该也不少 还有北京跟这个美国 他们现在清洁能源的竞赛上呢 也不断地持续受到关注 华尔街日报 这个部分当中涉及 有许多专业技术性的术语 还有金融时报这里提 核心是因为要发展清洁能源的话 那么在一些电网上的建设 也要投资巨资 日系车造在中国陷入困境 法广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外国车企在华份额萎缩 勉励为生存而战 不论是日企造车也好 或者是欧美的一些车企也好 核心呢就是因为 他们在中国的竞争市场上 也面临到中国的车辆 他们的一个价格债 那么当然这就是一个 本身在中国上 你的市场上 他要考量到的一个现实 因为特别对于日本车企来讲 几大车厂呢 他们算了一下 今年一到六月跟去年同期 他们的营业量下降了 至少一成 所以现在呢 就是他们自己也要去 未雨绸缪 甚至可能要调整 在中国他的制造生产模式了 鲍威尔对通胀信心未足 道指偏软 新贸表体经济日报 是指鲍威尔通胀卖2% 更有信心钱不宜减息 金融时报也是关注到这个部分 就鲍威尔他要做报告嘛 他就提 因为虽然通胀呢 稍微有所控制 但是其他的经济数据去看呢 如果用减息 可能这个时间呢 还不宜躁进 这些事情呢 鲍威尔的谈话当中 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 各个国家之间 他藉由调整的货币政策 去应对 经济可能会过热 甚至是衰退 这是一个手段 另外美国下令 波音检查超过2600架的 737客机氧气罩 文汇报 还有金融时报 也提报波音之前 它的一些造成了 非安事故当中的认罪官司 争议等等 打工报等等 你看说 你这个氧气面罩存隐患 其实它有些非安的 这个还在查 路透社 主要看的就是这个卫星图片 图片 然后也是信报所提的 看到这是在伊朗 伊朗呢 它有两处的设施 好像是增加了这个导弹的部分 当然这个部分 一直都很受关注 那伊朗呢 也没有避讳 也对此做了承认 主要是他之前呢 跟俄罗斯之间呢 也有一些合作的一个 这个文本 说明 继续读报 中华聚焦 经济日报 总理李强呢 在7号主持召开了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那么他表示的一些重要谈话当中的标题 经济日报所提列的是 经济总体平稳 要改革不合理体制机制 以及信报 影响经济因素 较以往复杂 以及下半年巩固向好态势 有三个要 在这一场的座谈会当中 李强总理一个谈话呢 主要呢 也清晰的表示出 当前的一个经济情势 我们除了看到总体运行平稳之外 经济增长的因素呢 是比以往复杂 所以希望企业家要坚定信心 专注创新发展 努力要把企业作优作强 那当中三个要当中 我们提到他也特别提醒 在创新的这个部分 仍就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块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 能够壮大心动能 所以创新的这一块呢 是一直不断地被关注的 那么其次也看到 对于企业主体的优势 要继续发挥 在这一块呢 就能够间接再看到呢 希望能够针对性的 在一些扶持的政策上 来深化力道 同时呢 也提到就看到 第三个要就是 经济日报所提的 对于一些不合理的体制 机制呢 就要做改革 那么这当然 就是有个新经历 新动能 希望让整个情势 运作的更为向上提升 那么在三中全会的 一个消息上 因为市场关注的 脉动消息仍就是很多 接着来看 像是在市场界 证券界 评估界 投资界 认为这次的三中全会 重点呢 或许就会放在了 长期的结构性改革 以及信报大航 观望三中全会 它到底会不会出大招 有没有强力措施等等呢 这一块呢 是受到了注意 不过之前也有说 现在内地的经济总体 趋势平稳 韧性坚强 那但是在改革复苏的 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事情呢 在稳固基础的同时 是不宜躁进 市场除了持续关注 这个方向之外呢 Blomberg还提 为什么这三中全会 对全球投资者 都很重要 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 它当然呢 是从1978年的 整个历史性的严格呢 开始叙述起 因为这些都牵动了 中国经济 它甚至很多发展的 一个方向重要变化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 那就是我现在所在的 工作的媒体的角色 因为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 在这些重要的大会 在召开的同时 对于媒体 跟国际媒体的参与度 可以说年年增加 而透过了更多的 国际走进来 他们去看到 这些会议当中呢 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 一个变革 也能够去了解三中全会 它成为引领 中国发展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观察点 再来看的是大公报 北向互换通优化 中国债市更吸引 再按价可做抵押品 便利国际投资者进场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 他昨天就带来 他说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这个部分呢 也被认作 因为像有一些抵押品 这个认作也是国际 在投资市场上面的 一个工具了 而且这一举呢 也可以增强互联互通的协同 主要还能够巩固香港 它一个国际地位 来看港交所筹备的十年期 要推这个十年期的国债切货 还有文汇报呢 也看加快建设债券枢纽 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就要更好地去把优势 来够能够运作起来 经济日报 苏州机关识措施 说要落实过紧日子 人民日报多挫并举 扎紧经费口袋 中时新闻网 苏州公布习惯过紧日子 十条措施 闲置土地房产要拍卖 他当中还有提要 比如说旧的东西呢 你如果能修就修 希望能够废物再利用 公务车 它的使用年限 还有它的这个 使用情况的严格控管 总之呢就是在这各个 现在中国内地的地方政府 他们的财政应用上面 能不能够集中钱来办大事 并且能够在许多方面呢 做好了一个管控与截流呢 这是一个话题 这是台湾方面的汉光演习 这是让人例行性汉光演习 但是呢在今年的520过后 很多的情况呢 动辄就成话题 要看香港01 本月22号起啊 这台汉光演习 本月22号起开展 聚焦24小时 无剧本 时兵实战化演练 还有这一次的 销战规则呢 他用了一个随身卡的方式 来派发 这随身卡当中写了什么呢 包括可攻击的目标 还有如何评估 附带损害等等 明报这里有一个瓦雷基 就是给大家知道 说销战规则有很多是机密 规范军队的一个战斗行为 但是这样的一个演习 我们发现 它也没有像过去一样 因为其实最近台湾的舆论吵得最多的还是在立法院 天天那个厮杀打来打去 但这个部分呢 只能够更多的去看到 台海的和平维护到底要靠什么来迁徙 两岸关系的这个问题呢 只有自己能够 才能够把事情真正好的面对 不能倚靠外力 但这件事情呢 也看到了说 在当前的一个台海的一个情势上 它的无剧本 在台湾内部舆论也讨论 无剧本 他可能是很怀疑 很多呢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 你可能知道如何应对当前的情势 会去做一个合一的兵器推演 但这个部分属于机密 不能公开 还有一个是 对于当前情势 你能怎么推演 你可能也推不出来 所以没有办法有剧本 我们又看到 就是主要还是在政坛的内斗化 最近吵得最凶的真的是这一期 郑文灿都被查了 难道赖清德开始要清理门户了吗 原本也不是他的门户 这很多 我刚好回了一趟台湾回来 所以听到大家在讲这些事情 但今天看到的报纸呢 中国时报说 赖蔡决裂将公开化 还有郑文灿 冰山一角 绿色执政崩坏 观察者秋毅 赖清德开始挥出内斗屠刀 下一刀可能是柯建民 这些报纸拼凑在一起 不禁还要反问的是 那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大选 还是民进党上台呢 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但现在呢 民进党现在内部 我们说他们看 赖清德要开始更为稳固自己的执政权势的同时 会把一些他可能日后会被人家爆料 涉及严重司法 贪污腐败行为的这些问题 他要赶快先去处理好 你看像郑文灿的这件事情 本来是500万台币交保 后来呢 检方不服 因为他认为太不公平 收费的人都被关押了 怎么行贿的人呢 可以在外面跑呢 所以再次更审之后呢 变得最后要1200万台币的情况交保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核心的就是他所涉及的贪腐金额的一个证据的确实性 那么接着下来就柯建民 同时这些事情呢 也把本来在台湾呢 他们现在这个政坛台面下 有很多江湖的传说都给扇上了台面 这些江湖的传说包括了 你只要去找谁谁谁瞧事情 你就一定得带钱不可 但是这些谁谁谁 到底有哪些谁呢 接续我们做中华猪宝 刚刚前面说了很多其实蛮严肃的 现在呢看到了三个字很开心 眼睛也会开花 那就是大熊猫 星岛日报 中央赠港两大熊猫选定聪明又可爱 我的眼睛都停在这里 我们要如何去判断熊猫一看就聪明又可爱呢 对我来讲呢 只要一看到大熊猫 我都觉得他们好可爱 那当然行政长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提了 说年龄可能是五到八岁 要新家庭成员呢 希望能够开支散业 另外经济日报 大熊猫学院首招生 透出社会变化 看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大熊猫学院的应运而生 对大熊猫保育 及中国教育体系之变呢 具有特殊意义 当然有新事物肯定是带来特殊刺激 日韩打造动物网红 经济效益剧 我们不管政治情势上面如何严肃 但是讲到了大熊猫 人民之间直接交流的这个友谊性呢 还是存在 你看像日本 这个呢 中国租借给日本跟韩国的两头大熊猫 日本呢 当时呢 月租月期满 日本要送别真真 韩国呢 要送别有福公主之称的福宝 两边的欢送队伍都是万人空向 极为不舍 当然以此所打造出的一条经济链呢 的收益啊 更是可观 中海游集团四前高层被查 同日通报 设严重危机 监管不到位 新报标题 还有呢 台湾的媒体一算 说大陆上半年啊 36名高官落马 闯新高 以及2024年首虎中自然被逮捕了 被逮捕啊 涉嫌受贿泄密两岁 认为呢 他非常的迷信 在他自己的职位上运用的权势呢 甚至还泄露出了机密 把国家的国土资源拿来当自己的钱袋子等等 民报 贯车 混运 混运啊 化工石油引恐慌 国务院设专组调查严惩 这是之前事件的一个后续 因为这化工运油 你如果轻 你未清洗 而且他为了要省成本 你反而运用了粮食油 这当然对人民安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看包括这个是否无监管状态 最近的严格查处等等 网红抹黑特斯拉 登报致欠赔偿十万 新岛网易观察者都说 他就是有关于这个刹车是否失灵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争议 但现在他出来道歉了 就是这位网路上所说的一个蔡老板 好 再看的是新岛日报 我们先看一下 他那前面是港币 新岛日报 两华企高管私票案 飞警锁定八疑犯身份 台湾的媒体自己报 在巴贤的身份当中也有涉台的人士 台籍人士来涉事 当然案子还在深入追查当中 另一起就是在日本 晋国神社之前的这一桩撒尿涂鸦的一个事件 居日滑稽青年被捕 同时呢 今天新岛日报还看 日警呢 同时也居了29岁的一个中国籍同伙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协助购买喷漆 香港公务员登富士山猝死 新岛日报的标题 今年开山后 手中死亡事故 中途不是失去知觉 明报呢 这里也做相关的一个关注 包括信报也是 香港有很多朋友 猴中尼航三 很喜欢这个去爬爬山 但是富士山这里有很多专家提 即便你的设备充足 但是很多人呢 可能是还是有体力上的问题 甚至他的温度变化的很大 中途一度不是之后 休息之后 是否能够再前行 这起例子呢 其实是带来非常沉重的一个教训